你代表郭家军吗 我第一个我代表我自己 第二个我代表科技界 我想郭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他的参选过程 然后退出这个候选人 那我们一直一直关怀的 就是是不是有良好的政策 我们共同的感觉是 政治是最大的公益 时间算是蛮充促的 因为这个考虑 也是很快的去做了这个决断 我们科技界也非常希望 政府能够善用科技 我们了解科技能够预测未来 我们运用科技能够掌控未来 立法院的运作还是很熟悉吗 立法院的运作 我绝对不熟悉 但是以我学习的速度 我想会蛮快的 有听郭董讨论过吗 我跟郭董讨论 是跟他报告一下 15年前 宋主席曾经到我家 邀请我来担任 这个清明党不分区的立委 他非常坚持 待了很久 待了两个小时 那时候我忙很多别的事情 没有这个时间 那后来这段时间 我看国家是挺乱的 那我们必须掌握这个机会 能够尽一分心 能够多一点参与 郭董有说了什么是最打动您的吗 郭董说他都愿意为国家奉献 然后捐钱 把自己人都捐出去 他说你宣明志你做什么 老宣你不要讲我怎么打动你 你也要讲两句吧 好不好